在废弃的老房子里,生活着一条小狗,主人将它锁在这里,却有失离开,把它遗忘了,它已经几天没吃没喝,晚上一直在哭叫,邻居求助救助站,当救助人员赶到现场时,这条小狗正无助地趴坐在地上。 它眼前有一个破碗,是之前主人给它投喂食物的地方,但此刻已经空荡荡,里面沾满了灰土,它的主人已经太久没有给它食物吃了。 好心的邻居有时会投喂一点食物,让它能侥幸活下来,但邻居并没有条件养狗,而且也担心得罪原主人,只得请求救助站的人来帮助这条小狗。 小狗全身都非常脏,它现在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,甚至叫唤几声,它看起来很绝望,它能做的只有待在原地等死。 在农村,很多人喜欢养一条狗来看家护院,狗尽心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,却被主人无情遗弃,它此刻的内心该有多么绝望,它把忠诚献给了一个不值得的主人,终究是错付了。 救助人员给它投喂了一点狗粮,小狗迫不及待捡起来吃了,它还在不停地翻找地上的垃圾,担心自己错过任何一粒狗粮。 它实在是太饿了,随便一点点食物就能挽救它的生命。 小狗在地上没有找到食物,抬起了头,用大大的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救助人员,它似乎在说,再给我一点吃的吧,我太饿了。 救助人员从包里拿出了一根火腿肠,这是小动物都非常喜欢吃的食物,担心小狗饿太久了咬不动,细心地救助人员还将火腿肠掰断放到碗里,递给小狗吃。 但小狗对火腿肠却不理睬,只是看了一眼,就低下头继续翻找地上的垃圾,它不喜欢吃这食物吗? 还是在幻想着它的主人,还会回来找它呢? 忠诚的小狗似乎只想要主人给它喂食,救助人员慢慢靠近它,轻轻抚摸它的头,企图建立它的信任。 它只是对陌生人有一定的抵触,熟悉了应该就好了。 你别把我丢了,风很大,我会怕,你别把我丢了。 救助人员试图将绑住小狗的铁链解开,但铁链绑得非常牢固,救助人员费了很大的力气,才将它解开。 可怜的小狗困在这里太久了,精神状况变得很差,它呆呆地等待救助人员的帮助,没有一丝丝的反应,它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,它没有再活下去的勇气了吧。 救助人员将小狗抱了起来,给它先大概检查一下身体,小狗看起来虽然饿了很久,却并没有什么大碍,它主要是因为饥饿和缺水,可能导致有一点脱水症。 只需要带回去喂养一段时间,就会康复的。 为了确定一下,救助人员还是将小狗带到了宠物医院,由这里的医生做一次全面地检查,毕竟他们更加专业一些。 幸好小狗并没有什么问题,它可以带回去喂养了。 在医院,医生给小狗喂了一点食物,因此回到救助站,救助人员先给小狗洗一个枣。 它身上实在是太脏了,已经沾上了很多寄生虫,还是给它洗一个枣,让它舒服一些。 你别把我丢了,等我长大了,给你一个家。 我想要抱紧你,天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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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丸。 天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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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丸。 天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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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丸。 天丸的天丸的天丸的天丸。 天丸的天丸的天丸的天丸。 当我长大了,给你一个家。